南韩女星黄正英的婚姻生活似乎并不顺遂 她在2016年嫁给钢铁CEO李英敦 两人结婚8年 经过一次离婚调解 之后复合 她突然发出一系列老公正面罩 曝光老公 小孩的长相 更写道应该有400人见过她 疑似暗讽她婚内出轨 近日黄正英便透过公司 证实正在打离婚官司 证实婚姻走不下去 事实上 这已经是黄正英二度曝出婚姻危机 两人结婚后 曾于2020年9月曝出 正在进行离婚调解 但之后两人复合 并迅速怀上第二胎 黄正英近两天 还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些 列丈夫李英敦的照片 只是每张照片 无论是拍摄方式还是角度 都有些奇怪 下面的配文 也让人感觉在阴阳怪气 不仅如此 有网友在照片下留言称 你丈夫看起来好像很忙 黄正英则回复道 自从结婚后 他都很忙 还有一位网友则留言称 原来李英敦先生是常这样子 啊黄正英则不留情面回复 他的长相看一次很难记住 还补充道 我记得 他好像曾跟400个人约会过 让网友更加怀疑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出轨了 虽然大部分网友都对黄正英相当同情 但也有部分网友在底下留下逆天评论 我能理解李英敦 老实说 如果你有能力又很有钱 你不会只满足于拥有一个女人 如果你不能理解有钱男人出轨 那你不应该跟他约会 哈哈 这个留言直接引来黄正英正面回怼 我比他有钱一千倍 你懂什么在这里乱说话 照你的逻辑 我能赚更多钱 更有能力的话 我出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接着还补充 有人会知道他们的伴侣 会出轨的前提下交往的吗 你不知道才会跟他们交往啊 这就是生活 另一网友留言说孩子有什么罪 劝黄正英原谅老公 结果黄正英反问 那我有什么罪 其他黄正英的留言 回复还有我是知道 他是出轨的混蛋 才跟他交往的吗 肯定是不知道才交往的呀 这就是人生啊 我忍过一次了 至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忍受 你是理应敦吧 哈哈哈哈 跟他离婚好开心 黄正英的经纪公司 也已经确认了他和丈夫 正在办离婚手续的消息 至于离婚原因 经纪公司表示不便透露 而黄正英 也在近日透过经纪公司证实 确实在打离婚官司 比起先前夫妻纷争 这次更显得心意已决 黄正英公司 代位发出的声明中表示 黄正英在深思熟虑过后 认为婚姻难以再维持下去 因此提出了离婚诉讼 关于离婚主 应属于一人私生活 因此难以告知 但请各位不要撰写 针对当事人 与其子女的猜测性报道 确定两人八年的婚姻 画下句点 另外 因去年黄正英在韩剧 《七人的逃脱》中 挑战演出一名 心狠手辣的母亲 令许多粉丝猜测 可能是入戏太深 导致她一连串脱轨行径 甚至怀疑她 是否遭到骇客入侵 但目前黄正英经纪公司 也都表态 是她本人发出的无误 今年39岁 女团Sugar出身的黄正英 转型演员后 熬了四年 才从配角脱颖而出 开始担任主角的她 不断尝试新角色 呈现新风貌 渐渐受到观众喜爱与肯定 有韩剧女王的美称 2016年与企业家李英敦结婚后 人气依然不减 结婚五年时 曾闹离婚 但又复合 不料近日黄正英在IG上 放出有关老公的贴文病 隐喻她婚内出轨 更斩断八年婚姻 1985年的黄正英 出生在首尔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小时候的她 像其他人家的小女孩一样 非常喜欢唱歌与表演 凭借着较好的容貌 黄正英也时常因为表演受到夸奖 在韩国成为一名艺人 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16岁的黄正英 就被经济公司选中 成为了一名偶像练习生 黄正英在2001年 以女子组合 Sugar队长的身份出道 早期她的人气十分不错 但随着组合成员亚 由美和朴秀珍 越来越受大众喜欢 黄正英 渐渐成了组合里 不受关注的那一个 此后 2004年合约到期后 她便没有再续约 直接退出的组合 成为演员以后 对于这段经历 黄正英本人也曾在节目中承认 当时我是main成员来着 但是最后被亚游梅打败了 退出组合后的2005年 她通过SBS电视剧 鹿鹿公主 首次挑战演技 但是歌手转型演员 真的没有说得那么容易 因为没有演技经验 就投入到了演员行业 虽然2007年出演电视剧 《相爱的人啊》时 她被导演盛赞 比沈银河更漂亮 但出演该剧时 她却连连收到负面评价 出演《东后鸟》 是因为演技不佳 更是被观众严厉批评 甚至负责电视剧剧本的 著名编剧金秀贤 都曾亲自指示制作组 剪掉黄正英的戏份 可以说 当时转型演员的黄正英演技 非常不被大众所认可 直到2009年 她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她参加了人气综艺节目 《我们结婚了》和SGwannabe的 金永俊一起出演 人气飙升 因为该节目的出演 大家看到了黄正英 可爱帅真的一面 这也为她童年出演情景喜剧 穿透屋顶的High Kick 打下了基础 穿透屋顶的High Kick 这部电视剧自不必说 这部剧带火了身世景 影诗云等众多人气艺人 黄正英也是其中之一 凭借这部剧 黄正英还获得了 韩国百享艺术大赏的新人奖 此后黄正英的演员之路 走得十分顺畅 眼界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从巨人 你能听到我的心吗 到Golden Time前的化身 每一部剧 都在好评声中落下帷幕 而2013年 它更是迎来了 作为演员的成功分水岭 那就是和池盛合作了 电视剧秘密 秘密播出至第五集时 同档的竞争对手 是人气极高的 继承者和医学团队 而直到最后一集 秘密 都在同档电视剧中 收视排名第一 同时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从这时开始 黄正英便成为了 大家心目中的性看的演员 甚至他与池盛 还通过这部作品 获得了当年最佳一幕情侣奖 而黄正英的人气爆发 是在2015年这一年 他出演的 Kew me, Kew me 和 她很漂亮 都大获成功 他本人更是在当年 NBC演技大赏中 获得了网名人气奖 三大社电视剧 PD选出的年度演员奖 演技大赏十大明星奖 还有迷你剧部门 女子最优秀演技奖 成为了四冠王 此后 他出演的 好运罗曼史 薰蓝正英 也是备受好评 黄正英作为演员 在圈中活动的这些年 不仅作品的质量都很好 他对于角色的塑造和理解 都令人难忘 一直努力 在拍戏的黄正英 基本上每年都有一部新作品产出 他精湛的演技 也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事业上发展的一直不错 但是黄正英的感情生活 却不那么静如人意了 他在2008年时与SW Wannabe成员金永俊二人 因为同属一个经纪公司 而经常见面 英气生情 两人恋爱时都非常的低调 很少在大众的面前露面 然而 相恋七年的他们 最终在2015年时 还是选择了分手 令众人感到惋惜 而九个月后 黄正英宣布和前高尔夫球 职员选手李英敦相恋 或许世上的爱情长跑 没有好结果 黄正英与李英敦的恋情消息传出 两个月后 就一起走进了殿堂 李英敦曾经是职业高尔夫选手 结婚后 他便放弃了打高尔夫 开始学习管理 继承家业 李英敦的父亲 是钢铁公司 职员钢铁的李浩勇代表 李英敦在帮助父亲 经营子公司 职业科亚的同时 还在日本开发了 职业高尔夫管理业务 李英敦拥有一辆 价值两亿韩元的保时捷跑车 被喜欢夸张手法的媒体 称为拥有巨额财富的富翁 2016年2月 两人结婚 这个夫妻的光速结婚行为 受到了韩网热议 一度登顶韩国热搜 两人举行了 如电视剧般浪漫的婚礼 2017年8月15日 结婚一年6个月的黄正英 生下了儿子 并收到了许多祝贺 次年8月 刚刚生夏子的黄正英 开始准备复出 而随着他结婚生子 在演技上的情感 也变得更加丰富 如果说早前的电视剧 体现了他深情的一面 那么2020年开始 他出演的电视剧 则将他柔软女性的一面 体现得更加完美 双甲路边摊 与路星才的互动 是一个宝金风霜的姨母 而在吴凤出演的 他就是那家伙里 他又是一个 因为爱情受伤 而选择不婚的独立女性 角色的形象刻画 更加细腻了 戏录大多以爱情喜剧为主的黄正英 在《七人的逃脱》中 首次挑战心狠手辣的反派 他饰演欲望的化身 金钱和成功 是人生最大价值 想得到的 可以不顾一切拿到手 但其实 当初 在接这个反派角色时 黄正英正在帮小孩换尿布 编剧问他想不想演反派角色 黄正英毫不犹豫的 就马上答应 2015年时 黄正英被拍到首尔大型 钢铁企业富二代 李英敦用外套为他遮雨 恋情曝光后 两人交往半年闪电结婚 2017年 两人迎来第一个儿子 但2020年 他向法院提交离婚调解申请书 调解后最终决定取消离婚 和好后的他们在2022年迎接次子 但2023年10月 黄正英却在综艺节目 我家的熊孩子 尚坦言 人生最后悔的事 是结婚 近日更在IG上大动作 PO出五则 有关老公李英敦的照片 并留言不是特别好记得长相 仔细想想可能有400个人见过他 暗示李英敦婚内出轨 经纪公司对此也证实 正在打离婚官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